徐姓男子被袁警攔查 不只酒册棒亮燈 自己也坦承有喝酒 但他坚持聚策 袁警依法开出18万的聚策罚单 不过徐姓男子事后不服提出行政诉讼 结果让人睁大眼睛 去年9月19号 袁警巡逻发现徐姓男子又转骑进小巷 而且在转进社区的时候 没有依规定使用方向灯 上前攔查过程中也闻到 他有浓厚酒气要求酒册 聚策后依法开单 徐姓男子提出行政诉讼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认为当时 他左转进社区时 没有偏移摇晃不稳的情形 而袁警攔查时也没有告知 徐姓男子到底为了什么规 认定警察违反程序 也没有紧急或不得已的情形 所以判撤销处分 徐姓男子免罚18万 袁警医专业级经验判断该车心机可疑 盘查过程中闻到驾驶人 确有浓厚酒气 实际监视当时袁警攔查的密露器 影像中确实没有说 为何要攔下他的原因 男子齐进社区没有打方向灯 后续自认有磕酒 还有酒测器亮灯 这些都有拍到 就只是少讲了一句话 罚不了酒驾 警方表示将和裁决处研议 提出上诉 TVC的陈希君 罗维新 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